潇洒的东门乞丐 清朝时松江城有一个乞丐 住在大桥底下的一个破屋里 没人知道他姓神名水 乞丐每天到东门闹市街头 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 为路过的人送一遍心惊 挤对方一枚铜钱 如果对方施舍铜钱 乞丐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连声道谢 也有人不但不失钱 而且还艳闲地大声咒骂 乞丐也依旧笑盈盈地 面不改色毫不介意的样子 乞丐只要讨够了能买一天的窝头康菜的钱 便返回家 关上门 在屋里一声接着一声地念 拿摩阿弥陀佛 当时 有个叫蔡西斋的官员 听说城里有一个如此奇特的乞丐 于是特别来会会 他看到乞丐的住所十分破败 便想出资为其重新修缮一番 结果乞丐竟然坚持不受 蔡西斋以为乞丐觉得他的钱不干净 便解释说自己一向清廉 绝无贪赃 乞丐回说 我知道大人一向廉解 只是我现在很知足 如果日夜 幽丝衣食 计较住所 攀着这些无常幻灭的身外之物 恐怕我便永远不得清静自在了 要不然 我把您给我修房子的钱 拿到寺院 帝您供养僧人们吧 供养三宝 福报无量 蔡西斋听了乞丐的话 满怀敬意地答应了他的建议 于是乞丐便拿着钱到东禅寺供斋去了 之后又回到自己的破屋中 念佛如故 过了几年 大约在嘉庆年间 有一天 乞丐在没有生任何病的情况下 念着佛 坐着便自在往生极乐世界了 一时间轰动了全松江城 大多数人的一生 终日匆匆忙忙 盈余众物 不知满足 为物所累 为情所迁 却终而一切 如镜花水月 才知是一场空芒 又留来生夜寨 而这位东门乞丐 心如清风明月 了无挂碍 一般人觉得他可怜 却哪想象得到 他内心清静无为的快乐 又哪想得到 其往生西方 获得永恒富足美好的生命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